好了这三个超市就是为了给你们看一看 俄罗斯奶粉到底是啥样的 到底多钱啊 哈喽大家好小鱼啊 我现在是在俄罗斯的海参崴 自从我来到俄罗斯之后呢 就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俄罗斯的奶粉到底好不好 有什么样的 我们在国内买的 他们说的俄罗斯奶粉是真的是假的 说现在因为觉得就是市面上的假货太多 搞得他们都不敢买了 也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 所以说就想让我来看看 这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奶粉 然后价钱到底是什么样啊 因为大家都怕买到科举鱼很活嘛 这个超市呢我来过几回 我记得这个超市里面的奶粉是最全的 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然后我现在呢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这个超市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啊 看也是很大的一个超市 也是泪目比较齐全 旁边有卖这些的寿司 三几八糟啥都有 这边是卖面包的 实话啊我来俄罗斯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逛超市 你甭管我买不买 但是我喜欢来逛啊 哎呀妈呀我在国内最喜欢的牙膏打折了 它一百多路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快零期了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便宜 找到了这个就是俄罗斯的牛奶啊 奶粉啊看到了没 这个超市呢一共是一种两种 其实这种也是三种 然后这个也是啊四种 然后还有这种也是啊五种 但是啊像这种啊这种啊还有这种啊 它都是属于咖啡伴侣 然后其实这两种呢它也能当咖啡伴侣喝 但是呢就是说实话啊这个我在国内有看见卖的啊 有咱们国内人呢会把它当奶粉喝 其实哈俄罗斯人是不喝奶粉的 他们把这些奶粉呢都是当咖啡伴侣用 就是冲咖啡的时候倒在咖啡里面当咖啡的那个奶用 都是这么用的 但在咱们国内呢就把这些啊拿回当奶粉一样喝 其实它也是可以当奶粉喝的啊 目前呢在这个超市就看到这两种 一个是这个 然后一个是这款 这款呢其实它不是俄罗斯生产的 这款是属于韩国的 但这款在这个超市里卖的很多 目前呢这个超市就这两款啊 它的价格呢就是小袋呢是113块钱 大袋呢是23块多 然后最大袋呢是40块钱啊 然后这种呢贵一些啊 这种呢是26块钱这样小袋的 大袋呢是50块钱 和人民币啊 它的这个奶含量呢 就上面写着25% 刚才就是搜了一下也没看出来 这个25%是多少 但它们上面也是写着 那么全纸干奶粉 现在呢咱们再上这个超市去看看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奶粉 然后价钱是多少呢啊 那这个超市啊 就发现这样的了 这个还有这个啊 奶粉价格是180多路 和340多路 还有这种这种是在超市里比较多见的 超市呢只有这几种 然后我总觉得这个单独喝喝不行 我在我 在我的心里也就这样 咱们可以单独当这个奶粉喝啊 其实它们俄罗斯人真的是不喝奶粉的 它们就是平时啊 鲜奶的品种非常非常的多 它们其实平时是只喝鲜牛奶 然后奶粉呢是用来冲咖啡的 而且它们有的时候 鲜牛奶也是用来冲咖啡的 给你们看看 看着没有 它们的牛奶你看 对我含量百分之二十几的 百分之十几的 还有那个啥 你看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百分之三十几的 还有百分之六十的 它们都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这种牛奶呢 放的时间呢 还是比较比较长的 上次我上他们家去喝个咖啡 然后他那个主人呢 就给我用这个对的咖啡喝的啊 用这个百分之十五纯度的 这个已经是脱脂的 百分之十五 这就属于已经脱脂的了 像这样纸盒装的这些牛奶呢 放的时间还能长一点啊 像冰柜里的这些纯牛奶啊 保质期非常非常非常的短 我咋知道的呢 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是总买那个盒的 纯牛奶盒 然后我就想挨个尝一尝嘛 我就买了个塑料瓶的成瓶的 大瓶子我自己一天会喝不完 我第一天喝完的时候 第二天我就放冰箱里头了 第二天呢我有事没喝 第三天我再拿出来的时候 已经坏了 喝不了了 所以我才知道 它的保质期非常非常短 只要你拧开了 就得马上喝完 而这种纸质呢 保质期会长一点 开开之后没喝完 放在冰箱里面 三天五天 一个星期一般都没什么事 但是那种平的呢 基本上两三 一两天 你就必须得赶紧喝完 不喝完就坏了 对还有一件事啊 我看到这冰点 我想起来 我跟你们说 就这个冰点 奶油冰点 在咱们国内非常出名 但是在咱们国内 现在出现了很多很多 种口味的啊 我跟你们讲 俄罗斯只有这种口味啊 没有其他口味 但在国内出现了 很多很多很多 种口味的 你们就自己想象吧 现在又来到 另外一个超市了啊 为了给你们看点奶粉 腿都给我溜细了 走了三个大超市 离我家都不近 都是分三个个角落 我等于绕了好大一个圈啊 然后现在咱们就看 这个最后这一个超市 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啊 在这个超市呢 首先看到的是 婴幼儿奶粉啊 反正我也不太懂 这应该也不是 罗斯奔底的 因为我也没有孩子啊 这些都是婴幼儿奶粉啊 上面写着一二三四 因为我哥 说过什么孩子多大了 几个月要喝几段 一段二段三段四段啊 这是他们这应幼儿奶粉 这个超市的奶粉找到了啊 也依然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然后它这呢 没有就是那个蓝袋的 它这是散的 看到了没有 这种散的这样老奶粉啊 大袋和小袋的 大袋是500克的 40多块钱 然后小袋的这个是200克的 不到20块钱 这个超市就是一种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卖面的了啊 我从身后的大超市出来了啊 看到了吧 我找了三个在这里比较大的超市 然后也给你们看了超市里面的奶粉 都有什么样的啊 就是常见的这几种 然后至于你们说的 你们在网上买的那些奶粉 什么样呢 你们自己去甄别 反正我在这个地区啊 我在俄罗斯海参崴这个地区 我只见过这种奶粉 其他的我都没有见过啊 剩下的事情 就你们自己去甄别了 是不是什么科具鱼狠活啊 这就不是我说的算了啊 反正我给你们看了啊 奶粉就这几种 然后我再强调一遍 俄罗斯人他其实是不怎么喝奶粉的 他所有奶粉都是对待咖啡里面 和咖啡冲了一起喝的 不会像咱们似的 单独去喝这个奶奶粉 明白了吧 明白